等到 好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神机与相信 我们要用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二章 十一到二十五节 你们刚才念的有点累 喘一下 还敢说 我念的也没有少 现在又我念了 我们一起念 十一到二十五节 十一节 预备 请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机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事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 都下加摆农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犹太人御月节进了 耶路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 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者说 我为你们的心理交集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店 我三日要再建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就再见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电 所以 耶稣却帮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不用见证人怎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你知道读圣经跟讲解圣经 劝勉最大的差别在于 宣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用我们的观念去解读的 对吗 可是劝勉跟教导的时候 是有一个人他先领受了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把这一段弄清楚了 上文下文全本圣经 没有违和地整理过之后 再把它整理出来 也就是我们原来吃的是干粮 现在有人帮我们整理成一个好吃的食物 他在某些地方放了一点香料 他在某些地方放了一些味道 然后他的煮法不一样 所以你就容易吃进去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读的时候 就不容易 但两个都需要 因为你不能永远靠别人做好的食物 你要自己学习来做 那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过程 那在我们的教会 圣经是最要紧的一件事 不是表面 而是真正的生活 因此我会用一点点时间 今天来跟你们讲这一段的圣经 叫做神迹与相信 我相信 在我们教会的利用里面 不会搞错这件事情 那就是 神迹是在我们当中 产生是不稀奇的事情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 你应该知道神迹 是不稀奇的事情 什么叫做神迹是不稀奇的事呢 很多人一直求神迹 一直求神迹 一直求神迹 我不能说错 但是他如果没有把神迹的定义弄对 那么他就重点 就会放在那件骑士 可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重点不是那件骑士的好处 而是原来有一个 做歧视的神 这样听得懂吗 刚才亨达来跟我讲一个小故事 是他们家的事 我可以讲出来吗 因为这样可以说明这件事 他的儿子昨天拿到一个红包 放在口袋里面出去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红包不见了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就带着他的儿子祷告 就说 祷告完了就跟他说 就说希望这件事对你会有帮助 类似这样的话 那我马上追问一件事情 我就说 那你有没有再把红包补给他 然后他就说 没有 我说你做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 会一直以那个钱为中心 我们就忘了那个给钱的 那个才更重要 对不对 他的儿子要那个钱 还是要他老爸 谁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不是 你要那个钱 我给你 你离开我吧 你听到懂吗 没有人这么笨的 可是我们基督徒就这么笨 我们就是要那个神机 跟神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 神不给那个神机 我就生气了 当然了 我知道年轻的孩子 包括我们刚刚信主 都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是亨达的孩子 假设我是孩子 我也希望你把钱补给我 虽然是我不小心搞丢的 可是你是我老爸 你听得懂吗 这就是我们的心态 可是神机的意义 是要让我们更相信他 而不是要他那个东西 你要知道这个差距 差之好理 谬以千里 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 因此我 我这一辈子很少跟神说 要神把钱给我 我很少 因为我不让我自己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习惯 一个习惯 我不是说我从来没有过 我有 可是那个是非到不得已 实在不行的时候呢 可是当我这样祷告以后呢 我就发觉 因为我对神机的定义很清楚 所以如果我的重点放在机 我老是告诉你们这个嘛 神机 神机 如果你放在机 就是那件事情 那你就 等而下之 我不能说不对 可是我们重点放在神 这样懂吗 有神机才有意思嘛 不然有那个机 神不见了就没有了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 过去一年有损失 我相信有损失 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新的一年有新的承担 新的承担 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新的一年 你要面对一些难处 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因为整个的环境改变 那你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局面 你知道很多人祷告是 主啊 改变那个环境 让环境对我更顺利一点点 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不要这样祷告 我应该这样讲 非不得已 不要这样祷告 那偶尔 偶尔这样来一下子没关系了 你应该跟神说 主啊 即使环境不改变 你让我知道 我靠你可以度过这件事 你能够 tell the difference吗 你能够分别这个差别吗 我在举上次我最后一次讲的例子 我三个礼拜不在你们当中 等那一次 我跟你们说 这里有一个哑铃 是20公斤的 你本来只能拿15到18 可是20是绝对拿不起来的 有两种祷告 第一 祷告 主啊 让这个东西 哑铃变成15公斤 教铃在那边看 你一拿起来 因为它变成15公斤 所以拿起来对来说 轻而易举嘛 还是另外一个祷告 主啊 改变我 让我能拿起20公斤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当你再拿了之后 就是20公斤了 所以不要怕难处 不要怕挑战 不要怕困难 不要怕拿不到订单 不要怕承担不了责任 不要怕你失去钱财 不要怕你失去身体的健康 因为那个是必然的事情 那个是必然的事情 你永远会到一个地步是 上级 公司 环境 给你更重的责任 你一定有这种状况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又不是一世人 在求自己的人 你又不是不长进的人 你一定会升一个位子 你一定会拿不到订单 因为有的时候 上帝把不好的订单拿掉 不要让你去拿 而你还硬跟神吵招到 你要拿那个订单 主啊 改变对方的心思 不 改变我的心思 是不是我negotiate 过程当中有问题 主啊 给我力量 让我能够知道 这个人好不不好 或者我做一件事情 这个人这么难搞 主啊 改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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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这样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里面 是这样 改变我 改变我 不要改变别人 因此神迹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求神迹改变环境 一个神迹里面 一定有改变环境的地方 水变久的神迹 水就变成久了嘛 对吗 所以一定有改变的地方 可是更重要的是 十一节 我给你们看啊 十一节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就是水变久嘛 就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看见水变久了 就这样吗 不是嘛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信什么 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信耶稣是有荣耀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神迹 一直放在要让环境改变 我再说一次 没有错 因为神迹会改变环境 但是神迹更重要的是 改变我们这个人 如果我们没有因为 这个神迹被改变 那么就可惜了 因为环境就是一直变 你就永远是弱鸡 这样听得懂吗 如果你永远 教练叫你拿 十二公斤的十五公斤 然后你永远拿这个就不要 然后每一次 教练就拿新的 那个哑铃给你 你就说主啊 让他变成十二 一拿 教练哇好害怕 你二十了还不行 教练下次讲说 这个人太厉害了 来二十五的 百二十五的 你一祷告 他又变成十二 你又拿起来 所以你永远到十二为止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样还听不懂 你要求神迹的目的的话 你就误会 你就真的得不到 我们这个神的最大的好处 所以我再说一次 要改变什么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但神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神迹是一个记号 神迹是个记号 为要显出荣耀来 使人得以相信 那我在讲 什么叫做记号 什么叫记号 记号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 或者你看到那个东西 你就知道怎么弄 这样子 如果你要写信给我 我的全身都要写 作业给我 作业给我 他们写作业给我的时候 我就给他两个email address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我的秘书的 我说你要写给我 然后我要收到 同时我的秘书要收到 因为他要整理 他要印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才能改作业 但是我也要知道 你交了没有 所以你要同时寄给我们 那很多人寄 少寄我的 或少寄他的 这个都可以补证 没有问题 因为他寄少寄出来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email address 写错了呢 那就没有了 所以记号就表示 你可以到那边 如果你打电话 打到我们教会来 你打电话 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 接的人不一定就是 圣康或湘婷 不一定 因为正好他们两个 离开的时候 亨达在里面 亨达就接起来 喂 他说 我请问湘婷在不在 亨达就说 这里是教会 没问题 湘婷现在不在 我可以帮你解决 这样听得懂吗 记号 因为那个number就是记号 所以记号就是 你有这个东西了 你拿到这个东西了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是一个记号 就是说 神说我与你同在 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 是不是意思说 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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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记号 记号 我们就找到他了 我们就找到他了 使人可以相信 我给各位看 刚才读了经文 刚才读了经文 犹太人对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嫌什么神迹 给我们看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我念给你们听 犹太人到一月结尽 耶稣就上耶路撒龙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 耶稣就把牛羊鸽子 都赶出去了 也把兑换银钱的人 银钱撒掉了 然后他把对卖鸽子的说 拿走 不要将我的付 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上记者说 我为你的店 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十七节是讲到 旧约某一处的经文 因为上帝对他的店 有一定的期待 结果他们进来做买卖 所以耶稣来了 就把这里面的东西 就摧毁 摧毁 然后说 不要在这里做买卖 这里是敬拜神的地方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事实上 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然做这些事 这个事就叫做记号 你做了一个记号 因为你的作为 如同上帝的作为 所以你做了一个记号 你还要选什么记号 给我们看呢 所以神迹就是记号 我再说一遍 你要记得很清楚 这个我们花这么多时间 讲解圣经 你知道我们教会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圣经 它是变成原则 你回去你就会做出来 你就会做出来 习惯就好了 我告诉你三年之后 你就习惯了把 圣经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今天要记得 第一个要改变的是 自己 第二个事情是 神迹是一个记号 所以犹太人就跟他说 你做了一个记号 我再做一个记号吧 好 那耶稣就说 好那就再做一个记号 耶稣就回来说 再做一个记号给你们看 你们拆毁这个店 那个是46年西律盖的店 还没盖好 他用盖了83年 你知道盖好的那一天 就开始拆 因为那个希腊人 罗马人攻打进来了 就把他拆 盖好的那天就开始拆 拆的什么都不剩 事实上 他们说46年才建造成的 你三日内建起来吗 耶稣说这话 是与他的身体为店 也就是说 他们说你既做了一个记号 你再做一个记号 耶稣就讲那个店 他们以为耶稣在讲店 其实耶稣是在讲 自己的记号 知道吗 他要再做一个神迹 他要再做一个神迹 就是三日从死里复活 所以到了22节说 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话 便信了圣经和耶稣 所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第一个记号随便酒 第二个记号赶出牛羊鸽子 第三个记号耶稣告诉他们 就是我会从死里复活 就完成了这个记号 约翰福要让我们看见 他来一直要做记号 让他知道 他是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他是不是你的神 你有没有被改变 你有没有被调整 你有没有更爱人 你有没有更亲看财物 我觉得跟一个人在一起 是我的亲戚 他好多房子 他年纪很大了 七十几岁 每天非常的忙碌 在顾这个顾那个 我就跟我这个长辈说 我说 我说你就把房子 赶快都卖掉了吧 因为他为了维护那个房子呢 又要修水 又要怎么样 然后又要租出去 租出去又收回来 然后房客又不好 我说你把它通通变卖了吧 通通变卖 换成钱 他从来没有享受过 没有去过欧洲 不太去美国 我说去玩玩吧 他就说我很忙 忙什么 忙照顾这些财产 后来我讲了一句话 我说你这些财产 等你死了以后要归给谁 你知道他没有儿子 他没有女儿 他的先生年纪比他大很多 分给他的兄弟姐妹 不是 你钱用不到的 余虑都是没用的 我就跟他说 你出去走走吧 趁着你还有力气 还走的东西走走吧 我就跟他这样讲 我就跟他说 因为他有一个亲人 他最亲的亲人 在纽约 我说你这么多钱 你买 你去买 商务舱的机票 跟你先生两个人坐过去 看看你那个亲人 到纽约走一走玩一玩 再坐飞机回来 这样 他说我好忙 我可以估计他越来越忙 一直到死的那一天 因为最后那一段忙的是 要再住医院 对不对 我们最后忙的都在住医院 那我说你现在还走得动 他说他有一个房子 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说 是空着 他说我要赶快 趁着周末过去住 住一天省三千 我说住一天 怎么会省三千呢 他说住一天 省三千块钱的民宿 就是他不必住民宿 住自己的房子 问题他没有计算 这个房子一年都没有 租出去的钱 所以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他没想清楚 昨天我心里 就在默默地祷告 主要让他想清楚 可是回过头来想我们自己 我们想清楚了吗 我们做这些事情值得吗 我们一直要别人改变 别人终于改变了 可是我却没有变 变得变更刚硬了 我最近也是跟一个人看 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我就一直想说 红仓为什么这样想呢 当然不是红仓了 但是他如果心里有感动 他也会改变 阿们 我说红仓为什么这样想呢 可是他也觉得 为什么我这样想 我也觉得他为什么那样想 我就一直在想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或者我觉得我很笨 我应该求神改变我的想法 你听得懂吗 他改不改变 我也没办法 可是如果我改变了 如果我更宽广了 如果我的顺序调整了 如果我怎么样了 是我的得意啊 可是我一直希望他改变 而且我还偷偷地求神 让他改变 后来我悔改了 我跟神说改变我 不要改变他 改变他 我也没办法 你也未必会做 改变他 只不过环境改变 改变我 我改变了 所以神迹是一个记号 这样知道吗 当你用这个记号放在你身上 你就得着了 第一 第二 面对神迹 我们应该有的回应 就是相信 相信 你看见一个神迹了 你就相信 这真的是神做的 太多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相信他 前面就讲过了 我们再念一次 这个是第一个神迹 你要知道 第一个神迹就是所有的 圣迹的sample 就是他的 中国大陆人叫做样板 对不对 我们叫做 标准或模范 或规则 对不对 我们来读 预备 请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第二句不要 我再念一次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里有一件事 耶稣所行的叫做神迹 因为耶稣做事 叫神迹 第二神迹的目的是 要显出神的荣耀来 你听很多人做见证 当他在讲那个神迹的时候 荣耀是谁的 是他的 是讲的人的 这个牵涉我们一点点的心思意念 讲了个半天 其实他是要跟神说 他在跟人说我很棒 其实不是显出他的荣耀来 是他的荣耀 然后我们不是那个主 我们不是那个主持 我们是那个受持 你知道吗 我们是那个受到神迹的人 是神的荣耀 然后他的门徒就是我们 就怎么样 信他的 信就是什么 接受 接受什么 不是接受那个神迹 因为那神迹已经产生了 你接受不接受 他都产生了 就信他是神的儿子 信他是神 信他是神 我们看见神迹的重点 我承认我常常弄错 我不是说我弄对了 我几十年来常常弄错 我有的时候 得到一个东西 我就高兴到怎么会这样 这个东西真好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 这是谁做的 神做的 所以早上我看到 亨达亨达跟我讲 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才这样讲 我才这样讲 因为 不然我怎么会反应这么快呢 是因为我的反应 跟你的儿子的反应 应该会一样的 他搞丢了以后 他回去跟他 他第一个回去可以 不要跟爸爸讲 免得挨骂 对不对 第二个回去跟爸爸讲 这表示诚实 表示我所有事情讲 第三个 他心里面有一个默默的 期望是 爸爸再把钱给我 这样我就没有损失 我跟你讲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 我自己是这样 我常常跟神祷告的时候 神显出那个荣耀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是荣耀我自己 不是 显出神迹的时候 第一个我荣耀我自己 第二个我就说 太好了 我得到那个东西 是 得到那个东西也是真的 可是我请各位再往前走 一步说 主啊 谢谢你 这是你做的 我要什么你 相信你 我要相信你 我要相信你 面对神迹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是 相信 不是相信那个结果 而是相信创造这个结果 制造这个结果 造成这个结果的神 OK 第二 第三 相信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你相信什么呢 相信的内容是神和神的话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停留在那个神迹里面 我们应该相信神 不是喜欢那个神迹而已 我们是喜欢那个做这个神迹的神 所以每一次一个神迹发生 我们当然得到神 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祷告 然后得到那个神迹 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啊 不然你当时就不必求这个了嘛 对不对 无论你升官 有发到财 或者是你升官 环境学很顺利 或者你拿到一个订单 做起来很辛苦 可是呢 却做起来了 那 我们都会喜欢这个 我们都会喜欢这个 或者我跟一个人的相处 本来我跟他不好 后来变得很好 我们很希望这个结果 可是如果这个是神做的 我们就要喜欢这个神迹 并且更喜欢神 或更相信神 这样理解吗 如果这样 我们就一直改变了 所以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相信的内容是神和神的话 神和神的话 而相信的结果 就会产生真实的敬拜 相信的结果 相信的结果 相信什么 相信神和神的话 就会产生真实的敬拜 我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其所以然 你只知其然是容易的 大部分的教会只知其然 所以他可以用十分钟讲道 我也会用十分钟讲道 我最近在考虑要用三分钟讲道 真的我不开玩笑的 我在考虑用三分钟讲道 五分钟讲道 十分钟讲道 因为现在的人已经没有力气 听我们这种讲道 五十分钟的 四十分钟的 我在考虑用三分钟讲道 五分钟讲道 十分钟讲道 可是我们到底是要知其然 还知其所以然 因为你知道 所以然可以last for a long long time 知其然你却容易走偏 而且因为没有原因 所造成的结果 不应该会重复 对吗 没有原因而造成的结果 它不应该会重复 但是我们一定要 所以有一个结果出来 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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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为什么才重要 那个结果它随时可以改变 可是为什么抓住了 下一次碰到类似的状况 你就会用为什么 好 我必须讲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从十里复活以后 耶稣从十里复活之后 他的门徒就想起 他所说的话 所以重点在于 神迹发生之后 应该是让我们想起 耶稣所说的话 变信了什么 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所以相信的内容 应该是神和神的话 或耶稣和耶稣所说的话 或者是耶稣和耶稣 所做的事情 但是要讲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当你 真正相信了 神和神的话的时候 当你真正的相信了 这个神迹背后的 那个原因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感觉 我先讲那个感觉 我最近在菲律宾 碰到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没有信耶稣 所有人都被他打败了 大陆人 女的 没有信主 在教会里面弄了很久 所有人都被他打败了 他那天让我去 他就找了我 他就找了我 找了我呢 旁边人就很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个人很儒 一儒起来就要儒很久 这样 所以他们就 一直旁边走来走 就后来跟我说 李长老 你还有别的事 你要不要停在这边 那个人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看他这么认真 又这么聪明 我当然就识问识答 他问我说 请问看到神机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容易 你知道吗 他会想到这个题目 就知道这个脑筋不错 才三十多岁 女的 我就说第一个感觉 如果我碰到神机 他说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而且应该有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基督徒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他就不是基督徒 后来我就跟他说 第一个感觉 正常的感觉 应该是哇 这样子 然后最好的感觉呢 最好的感觉也是 哇 我就这样讲 他说哪里会是这样 哪里会是这样 我说第一个哇 是这个结果出来了 第二个哇 是原来有神 这样听得懂吗 我希望我们常常这样 你注意 你注意 我这样讲 是因为我已经注意 非常多年了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注意看 处处有神机 请 请相信我说的 不是处处可以拿到钱 你还一直在钱吗 你处处有神机 第一个哇 事情怎么会这样 第二个哇 真的有上帝 好 真正 相信的内容是神和神的话 当你相信神和神的话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那一件事情发生了 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机 对不对 就是神所做的事情 可是那个背后 就会让我们说 真的有神 那我问你 真的有神 你应该怎么办 正常 正常 按我们华人的习惯 我想 可能外国人也是这样吧 看到一个你吓坏了东西 第一个 而且那个东西是 是 生物 生物 我讲生物 不太 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背后有个原因 或者背后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病 有一个存在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 跪下去嘛 对不对 你就吓到了嘛 因为你 因为它比你大嘛 所以你看到它 你就只有 你是不小心跪下来的 那个是我们人的基本反应 所以 相信的结果 就会产生敬拜 敬拜就是说 哇 怎么会这样 吓到了这样 哲学家告诉我们 哲学家告诉我们 只有人类有敬拜的 这个本能 只有人类有敬拜的本能 除了人类 没有任何一个 其他生物 有敬拜的动作 除了人类 没有其他的生物 有敬拜的动作 它没有敬拜的动作 并不代表 它没有敬拜的本能 我们只能说 就研究 看不出来嘛 猴子没有 鱼没有 阿凡达里面是有了 但是其他的生物 按照人类的研究是没有 没有 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 那个十只蚂蚁 扛着一只蚂蚁去献祭 我们没有看过 我们也没有看过 所有的猴子坐在那边 对一个非猴子 你知道吗 如果是猴王 那就另外一零半 狮王也有这个动作 对不对 可是人不是 你知道吗 人会对冥冥之中 就是有意味比我们大的 而且你一碰到的时候 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只能说圣灾圣灾圣灾 然后讲完了之后才说 祸灾祸灾祸灾 我是该死的 那这就是真正的 所谓真实的敬拜 那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耶稣生气了 耶稣为什么生气 来 我们再念这一段圣经 我来念 犹太人的玉月节进了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没想到他去后 他也进到圣殿 那这是犹太人 述藏的规矩 他们要进圣殿 他一进圣殿的时候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 兑换银钱的 耶稣就拿绳子 做成鞭子 把牛羊赶出去 到处兑换银钱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店 当作买卖的地方 好 就这一段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生气了 那耶稣生什么气呢 耶稣生气 这些人在圣殿里 不是来敬拜的 他们是来做交易的 对吗 因为牛羊鸽子 大家从远处赶来 赶来以后 可能路上受伤 生病 那个牲畜就 就不能献祭 这是祭司说的 本来是规矩 后来祭司就百般挑剔 然后那个铜钱也不能献 为什么 因为上面有印 罗马皇帝的像 他们就说这个不是钱 所以你要跟我换 我们用的钱 因为你这个钱不能拿进去 你怎么换钱 这样听得懂吗 这次美元兑日币的兑换 你有没有赚到价差 没有 有些人真厉害 你知道有一个人真的跑来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个事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你 美金换日币了没有 我说 什么事啊 他说你千万 不要出手 他说我告诉你 美金到日币会到150 我心里想说 听你在胡说八道 我心里这样想 怎么会到150呢 他说我告诉你 而且150之后就会下来 我是没有听他的 不过我后悔了 真的美金到150 跟日币对比到150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110 他就搞搞搞搞到150 对不对 现在又下到130了 对吗 你们都很纯洁 那蛮好的 110到150 只有一点点的时间 又下来到130 你就是现在出手 你现在放掉 到150的时候 他告诉我150才可以出 我没有做 我都不懂 买卖 这就是买卖 我没有说这个不对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可是如果我们每天 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就 上帝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上帝不需要我们对他好 你知道吗 你需要蟑螂对你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是高举你了 你连蟑螂都不是 神为什么要我们对他好 神其实真的不需要 我们对他好 是他想对我们好 那我们搞得好像 我们对他好 就很给他面子 所以我来聚会 你一定要赐福我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奉献你要给我更多倍 那我讲2000年的事情 1999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参加个退休聚会 那1999年最后一天 我们在聚会当中 完了有个姐妹 跑到我面前来 你要知道1999年的最后一天 就是2000年了 对不对 他来告诉我 他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身上有一百万 一直要奉献 台币一百万 在2000年初 是不小的数字 不是现在的一百万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终于知道 这个钱要奉献 我说 他说因为我祷告了一年 神要我奉献一百万 他说我常常祷告 就不知道要祷告 要给谁 1999年最后一天 神竟然敢动我 你在讲道的时候 神叫我把这个钱交给你 你分配 后来我就说 真的吗 真的 弄了半天 他是真的 而且他有指定人 他有指定说要奉献给哪些 叫我去分配 那我就好 我就拿了 拿了我就去分配 受人之托 忠人之士 四个月之内就把他分配完了 我就跑去找他 而且我还跟他说 我分配给谁 要不要告诉你 我分配给甲乙丙丁物 他说你千万别告诉我 因为你告诉我 我会去查他们 查就是观察 他拿了钱不好好做事 或者说 他说到时候 我又对你不好 对他不好 我不要过问这个事情 这个人蛮聪明的 因为他不要管这个钱 用到哪里去 因为我是风景给上帝的 又不是风景给人的 后来我就用完了 用完了我去找他 四个月还是几个月 我就去找他 我说 我随便举例 我随便举例 我说宜君 你给我的那一百万 我已经花掉了 他说谢谢你 我说你需要知道 我明细给你吗 他说不需要了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感谢主 月神赐福你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告诉你 我奉献那个一百万 就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另外拿到两百万 而且是神的恩典 那我就说真的 他说真的 我就说来 宜君再把那一百万给我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本来要奉献一百万 对不对 后来神给你两百万 对不对 你就是把这一百万拿出来 对不对 你还没有奉献那个原来的一百万 他说也对 我说所以那些人很需要 你现在多了不需要 我帮你拿去奉献 他说真的吗 真的 后来又开两张支票 给我一张五十万了 真的 过两天他又拿来给我了 真乖 当然我这次就省吃俭用的 慢慢把它奉献掉 我在奉献的过程 他又跑来找我了 又过了几个 他说李张道不得了了 你记不记得我给你一百万 我当然记得 这个数字这么大 我从来没拿过这么大 我可以分配的钱 他就说 后来我不是得了两百万吗 我说对 他说 你不是把我拿走了吗 我说对 我就心想说 这个人是要干什么呢 对不对 他说我告诉你 他说我又拿到一千六百万 是我妈给我的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妈妈要分配一个财产 你知道当时的房子 就这么多价钱 当时房子就这么多价钱 他说有一栋房子 我妈妈给这个人 那个不要 给这个儿子 给这个兄弟 他们都不要 我妈说你最乖给你 他说我就拿了 价值一千六百万 然后下面一句话问我说 你还要几万 我就跟他说这次不要了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神已经喜悦了你的奉献 但是你现在要开始做生意了 所以我不要了 有没有听懂 当然他不一定这样想 但是我防止他这样想 我说我不要了 我说这个就是上帝 报答你的 这本来不是你的目的嘛 你本来的目的是奉献一百万 对不对 后来神给你两百万 你又再奉献一百万 这都是你心甘情愿的 可是现在又多了 你就想说 我是不是在奉献呢 当然他不一定有不好的意思 可是这越搞越大 你听得懂吗 这样会有交易的心 那我告诉各位 奉献都是真实的 我们奉献就奉献了 神怎么用是他的事 他有办法用的 那你说那有些人弄错怎么办 那是他跟神的事 又不是跟你的事 你听得懂吗 你不用查核他 那当然我们教会是完全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教会都很清楚的 包括YWA也是 我告诉各位 包括我们欧华士都这样 我不管哪个博士来我们那边做 你们有看到新的博士要去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某某博士 某某院长 我真的不好意思地跟你说 什么事你大部分可以做决定 但有一件事就是你花钱不可以花错 花错你可以问我们 我们告诉你什么可以花 什么不可以花 他说我们会查账 我跟他说我们会查账 而且我们查账的时候 我都会先通知院长 比如说我4月12号 我说你3月的账做完没有 当然这是财务的事 可是院长要负责吗 那他说我去问一下 他跟我说快要做完了 我说我再给你5天 做完3月底的账 我要来看账 这样看账 那看账的时候 我是带专门的财务去看的 就是audit 对不对 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跟院长说 院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我们去喝咖啡 我就跟院长去喝咖啡 因为查账我也不会查 你听得懂吗 可是我们那个查账的进去 他就是整个账拿出来看 看的时候呢 他是要有船票 要该有什么证据 该有什么都要弄好啊 然后他就对着看 不行了就折起来 折起来 折起来这样 折起来 然后出来 他也不会跟行政主任讲 出来就跟我说 然后也不会跟院长讲 完了 院长走了 查账了才告诉我说 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14年来 查账的结果 最后出现过两三次的问题 我跟他说 你不可以错两次 错一次我当你是不小心的 你不可以错两次 所以院长必须这样 这个是他们的事 我们奉献者 不用担心这件事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做了 可是我们奉献者 也不是跟神交易 那当然 我先告诉你 你没有这个动机 却产生那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很正常的 因为上帝早就答应我们了 对吗 就说你奉献给我 看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于你 使你无处可容 这是上帝的应许 对不对 可是我们却不是为了 最后的结果 才做这件事 对不对 因为我们动机就不对了 我们动机是感恩 然后他给我们 十倍 百倍 千倍 我最近在想 耶稣跟他说 你们为我撇下父母 兄弟 儿女 财产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的 那我今天不解释这个经文 我现在发觉这个经文 我几十年没想通 现在想通了 是真的是来世得永生 and 今世得百倍 那怎么会百倍 那就是一个妻子 换一百个妻子 那就惨了 对不对 一个妻子都快受不了了 我不是说我 我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交易的心 所以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因为这些人在圣殿里面做 竟然是用交易的方式 那求主恩待我们 最后一点点结束了 相信有一个过程 我们要知道 相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相信 其实用一个 人跟人之间就是信任 信任 子杰在我们当中刚来的时候 洪昌是负责敬拜的 就说子杰 那你可以干什么 他就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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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洪昌觉得说还不错 就跟我们说 洪昌直接可以干什么 干什么 可以打打鼓 他能干打打鼓 他不能一次打鼓 我们就全部相信他 因为他一共只有 101个打鼓的方式 你听得懂吗 你知道有人 是真的 这是真的事情 有一个人就考 什么音乐学院都考得上 因为他一共只会 三首的钢琴的曲子 你知道吗 他怎么考都考得上 问题是他不会弹琴 你搞什么东西 所以一次不准 两次不准 慢慢慢慢慢慢 就说原来子杰可以服侍 他也在成长 我们也相信 我们也相信 他也成长 我们也相信 所以相信是有过程的 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 你不要看到一个人 你不满意 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这样 不是 那这个过程 起起伏伏 高高低低都是这样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 很多人跟神 跟我说说 我最近跟神关系不好 他们希望我鼓励他 我都跟他说很正常 我关系跟神不好 你怎么说很正常呢 你都不向别的牧师 要安慰我 我说 那我谁来安慰我 我也常常跟神关系不好 但是他说 那怎么办呢 我的意思是 不是叫你一直关系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 很正常 上去很正常 下来也很正常 但是你把时间拉长 他的曲线是不是往上 这才是个重点嘛 你上去这么高 你一直在这高高高高 第一 唰 结束 有没有 就没有用啊 所以高高低低 是一个过程 过程 我们常常 神会一直拉我们上去 你一直拉就会很辛苦 所以你会下来一点 又上去 下来一点又上去 所以相信是个过程 相信的极致是交托 就是相信的极致就是说 OK 没办法了 就这样 你看着办 我这几天在跟秋华讲 因为我欧洲的工作 欧华15年了 15年 尼西米工作是 我从2010年到现在 也13年 12年了 我当时做欧华的时候 真的几乎没有人相信 我去 我是便手知足 什么苦都吃 当然当时就把汪川生院长 一家三口都带去 他们是尽心竭力的工作 我现在讲我自己 我到那边 我真是 到了各国都是求爷爷 拜奶奶 人家给我什么 我就接受 人家给我讲道 我就讲道 人家给我住哪里 我就住哪里 我常常住那个 四五十块欧元的房间 你知道那个 星级都没有的 星级都没有的 然后人家给我住在他家里面 我什么地方都住过 你都不敢相信 那个没有暖气的 finish的地下室 我都住过 finish的 但是没有暖气 finish有什么用啊 没有暖气 我住过烟到 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没有声音的 讲道 我也忍受 我就慢慢这样 慢慢这样 慢慢这样 伴尼西米也是 我跟人家讲说 每十个牧师找来 十堆牧师找来 我给他们花钱 然后我要去筹款 你知道 你知道 很多人都跟我说 李章老 你不教他们 一套一套的东西吗 我说生命更重要 我讲这都没有用 十二年过去了 每一个人都说 你成功的 结果是成功的 你听得懂吗 那个过程是 人家不知道的 人家不知道的 我很辛苦 很辛苦 你误会啊 你不要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告诉你 我很辛苦的过程 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常常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是跟神说 我交托你了 相信的其实就交托嘛 那你叫我做的 你自己想办法 我是真的不行 不过 我就交托你了 交托你了 我们人生 有时而穷 这个很正常啦 能力也好 金钱也好 财干也好 关系也好 你有下到谷底的时候 一定有 但是这个 不要让我们 真正影响到 跟上帝的关系 影响一点点没关系 退后一点点正常 可是交托他 看一个经文就结束了 来 我看看 好来 我们读二三二十 作为我们的结束 预备 请 当耶路在耶路撒冷 过玉月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帮自己 交托他们 这里有两个词 一个是在二十三节 最后一句话 就信了他的名 这个信就是相信 耶稣却不将自己 交托他们 这个交托也是信 它是同一个字 所以这个交托 是信的极致 耶稣最终 还是没有把自己 让他们来决定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耶稣 知道这些人 还会软弱 还会跌倒 耶稣到最后升天的时候 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十字架之前的祷告 十字架上的祷告 以及下了十字架之后 跟他们在一起 最后升天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工作 托付他们了 所以信的极致 就是交托 有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做不下去 真的信不下去 就交托他吧 有一次我好几次 我到了住的地方 我是真的进去的时候 我就真的不行 后来我就跟神说 就交托你吧 就交托你吧 我只能这样了 因为那个人的关系 我没有好到跟他说 你可以给我换一个房间吗 那个时候了 那个时候 现在他们都很相信我了 对我也很好了 他们总是给我住 比较好的地方 这样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行嘛 我们不可能 每一件事情 都是做到一百分 对吧 总有环境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交托给他 因为相信是一个 有一个过程 盼望我们的过程 越来越好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 我们向你现场满心的感谢 今天我们用宣读 教导 劝勉 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了 我们的生命 愿意学习 懂的地方 跟不懂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看到 原来神迹是你所做的事 而我们需要的是 相信你 而这有个过程 到最后 我们就把自己交托给你 求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知道 真正的相信 它会有一个过程 它不是 一下子就可以做到那个地步 但我们越交托越多 越交托越多 越交托越多 一直到 你 常常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 而且我们相信你 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提醒 与我们弟兄姐妹 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和我们的家人 与普世神的众教会 在今年同在 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祈求奉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 感谢您的